心中有一个有一个梦想吗 什么梦想 要为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耽误你以后的 想要那个目标吗 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你的理想就是开一个 不能说是养殖场吗 就是想养一些动物 就是在我家后院子里 然后买一块地养一些狗了 狗了还有那些 暗七八糟的宠物 我其实还想养一些 养一些鳄鱼 养一些蜥蜴这种东西 你想法蛮特别的 很多人都说希望买上房啊 也是比较注重精神上面的满足吧 没有想过在上海发展吗 想过 上海 你像我现在干这个国企 干这个啤酒销售 感觉也没什么 就是方向一样 但是干着没有方向 就是既然来到上海了 你想找一个新银行业做一做 你像卖啤酒在老家 都是很传统的行业 所以说来上海 就是找一些比较新鲜的行业 多尝试嘛 也不管失败与否 年轻人我还想多失败几次 失败几次 多学一些经验 认识更多的人 了解更多行业 人家说我就想 把这个工作辞掉单手去创业的 但是现在感觉突然没了工作 你突然创业 没有一个经济来源 肯定承受不了 而且现在如果有女朋友还没结婚 没有结婚 你假如说你彩礼40万你怎么搞 要搞多少年 还能等你多少年 你父母能等你多少年 女朋友在上海吗 女朋友在上海吗 你不用在上海 有没有想过啥时候结婚啊 想过大概26 27左右吧 现在23岁 三年之后嘛 手里最好要存款50万吧 想了 这是我目标 尽情目标 女朋友等不到那时间怎么办 女朋友会等到那时候吗 会等你三年吗 我觉得会 就目前来说感觉还是很有默契 父母也都挺喜欢 真的算是比较有缘分吧 什么都说得来 谈多少年了 谈的时间倒不长 谈的时间长了那个 刚分手吧 大学里谈的 谈了四年 大学同学 谈了四年之后 他考研考上岸了吗 我没上岸 没上岸我就 出来工作了 他那 他他考了个985 直接是 呃 直接是直接那个保研的 保送了 保送到重庆大学985嘛 然后我来上海 离的也比较远 他在重庆大学嘛 重庆大学读研 然后到时候他出来 肯定是那种重层节气了 但实际上也不是因为这个距离问题吧 主要还是因为感情 还有双方家人嘛 他所接触的我可能接触不到 所以就是两个圈子嘛 但最终还是两个人是要生活在一起的 不要互相照顾 还是我们两个人要做事情 主要是我们两个是通的就可以了 他还要再上几年呢 还要再上两年吧 啊两年还好 两年蛮快的 但最后还是分手了嘛 那个实际上还是感觉不好 你们俩分手了 对啊 说到现在分手了 为啥 就是感觉不对嘛 就是有些跟他在一块 感觉压力很大 也不是因为他学历太高 就是单纯的 就是感觉到有那种精神压迫一样 或者说的 如果是 是你提出的 对 为什么呢 这个感觉也有很长时间 毕竟四年吧 好长时间感觉都是 很难坚持下来 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到了四年 啥时候提分手了 去年十一月不是吧 哦 四年的感情哎 现在还会想 会不会后悔啊 没走到最后 我感觉就是 还应该不是我要 还应该不是我的那个 老婆的那个样子吗 就是我梦里 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你大师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好吗 好吗 谢谢大家